王鴻館長陳志翰遭到致密連鎖健身房 健身工廠提告 原因是因為健身工廠 認為館長所開設的陳吉思汗健身房 因為要插襲中南部了 所以從去年底開始陸續在直播當中 頻頻以不實的言論指控 所以三度要提告 向館長求償三千三百萬 館長下十二號親自出庭 顯得處之泰然 他只說尊重對方 告人的權利 館長陳志翰來到高雄橋頭地方法院出庭 原因是他第三度遭到知名 連鎖健身房 健身工廠提告 小事啊 沒什麼好提的 他今天也是審理庭講一講而已 沒有重點的重點 對啊 告人是人家的權利 那我們也是在闡述我們 講話的公平的權利 對啊 照理說要聽得下去 因為人家對我批評更是差不多一百倍 對此館長處之泰然 還說就當來高雄看看大家 至於先前說要在高雄開的健身房 館長說受到疫情影響會延到明年六月才會好 健身工廠指控館長自從打算插旗中南部之後 就從去年底到今年初九度在直播中 涉嫌在自己的直播頻道散布 不實言論 遭到健身工廠三度提告 加重誹謗及公然侮辱 共求償三千三百萬 事實上2006年從高雄發跡的健身工廠 目前全國有四十八處據點 是臺灣第一家上市運動健身中心 而由館長創設的陳吉思汗健身房 目前則是擁有北部五處據點 正打算插旗中南部 而兩大連鎖健身房的司法糾紛 也被視為是瓜分健身大餅之戰 記者綜合報導